哈囉哈囉大家好我是楊 那今天呢我們又是要來分享留學生會遇到的那些麻煩事了 那在我前一部影片呢 我發過了一個打雷通詐騙電話的一個影片 那在那一天呢我接完那個詐騙電話之後呢 又發生另外一件耐人尋味的麻煩事了 那個時候呢我住在一個Airbnb裡面 然後呢後來那個房東就來敲我們的房門 一開始說呢他有double booking的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那間房間呢今天晚上會有人要入住 就他問我們說可不可以我們搬到另外樓上的一間房兩個晚上 那他總共會退給我們200磅的這個退款這樣子 因為樓上那間比較小 他就是必須敲我們說要幫他這個忙叫我們先搬上去這樣子 那到這裡呢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我是不太想搬的 但他就說那你要不要先上來看看 好那我跟我的室友呢後來也上去看了 那我就跟他說因為其實我們原本的租期呢 是要住到今年的就是2022年的3月11號 那我其實不想要住那麼久 因為那個的屋況呢其實是不太好的 那接下來我跟我室友上去看完之後呢 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我不想要住到3月11號 我想要提早比如說1月5號或是12月30號呢 就搬離開這個地方 我就說我們可以幫你這個忙 但也可不可以請你麻煩幫我們這個忙 就是在Airbnb上幫我按說確認 那個時候我早就已經送出申請了 只是他一直沒有理我 那我就請他說可不可以請你幫我按確認這件事情 那他可能那時候呢就認為說 我前面說我們可以幫你這個忙 他就認為說我答應了 那接下來呢他可能很急吧 可能馬上接下來下一組客人要來了 他就很急著呢把我們的東西趕快啊 開始拿東西 或是找一個他幫忙換備單的那個人來 然後想要進到我們房間裡面這樣子 然後我就一直跟他講說 不是啊你還沒回答我說 你到底可不可以這件事情 後來講到他其實也有一點生氣 就是有一點勞環丁的狀態啦 就是開始生氣說 啊你這個就是我們可以晚點再講然後幹嘛 他甚至更沒有禮貌的是 因為我那個時候的室友是一個女生 那他不是我的女朋友 他一直說就是我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反正你跟你女朋友講的時候 你女朋友再轉告給我 總之就是態度的有點不太好這樣子 那後來呢 我那個時候就暫且先停止動作 我開始思考說 我要怎麼做下一步解決這個問題會比較好 那他那個時候呢 就靜置來到我們的房間前面 那那個時候我當然是不做任何動作 我沒有要把我的東西往外搬的狀況 那他就靜置開始碰我們私人的東西 哇這個問題就很大了 他沒有經過我們的同意 就開始觸碰我們私人的東西 把我們東西往外面搬 然後他跟我們講說 你不用全部都搬到樓上來 你可以把它放在走廊上 那問題是 放在走廊上如果東西不見了 那誰要負責 等等的這種問題 我們都還沒有討論之後 他們直接這樣換著走廊 應該是叫警察 他就開始一直把東西往外搬 那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因為他也是一個老年人 你看他的這個畫面 就知道說他這個人的行動可能比較有點問題 那我如果呢 跟他起衝突 他如果受傷了 或是他跌倒了 發生什麼事情 那豈不是我要負責嗎 我後來想了想之後呢 我就走到房間裡面 就開始了 你剛剛看到的這段錄影 我就想說 我先不要做任何動作 就是先錄影存證 有錄影對雙方來說 都是比較好的選項嘛 就是都有一個保障在 那我就先錄影了 所以我跟大家說 不只是我們這種YouTuber YouTuber比較常看到什麼事都錄影 那請大家也記得 如果你遇到什麼覺得有一點不對的事情 就先錄影 先錄影 絕對是對你自己比較有保障的 好那我繼續講呢 接下來呢 我就想說 因為我必須要拿到證據嘛 就是他做不該做的事情的證據 但是呢 等到他把走廊上的東西都搬完之後呢 我接下來就擋在客廳的門前 就是不讓他進去 我們的客廳繼續搬東西 那也會有產生你接下來看到的畫面 就是我一直重複的跟他講說 請他幫我確認 請他幫我按確認 他一直說 他可以他可以 他會找到下一個訪客 那他沒辦法現在幫我們按確認 他說他保證 他又講 I promise Let me move out Promise Promise I will do No no You can just press 他講說 I promise 他會find 就是下一個訪客了 讓我們搬離開 就是提早搬離開這樣 I just want you to agree there on the system cause you now promise me I promise you I promise you I will find a guest by the 5th of January OK But I wonder is Why you can just now just press that button or I want you just that What do you mean you press that button refund you two months I don't own the building What do you mean you press that button What do you mean you press that button 這個時候其實就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我可以選擇相信他 就是先搬上去住兩天 然後我也可以選擇不相信他 但是我後來的選擇呢 是後者的不相信他 因為我沒辦法相信他的 Promise 就是你知道嗎 口說無品 就算我有錄影 他到時候說 我找不到 所以我當初也沒有說 一定會怎樣之類的 他只是Promise而已 所以就 喔你還是要繼續住 I cannot change you now I will lose move lose two months unless I found somebody 所以我那個時候呢 就告訴他說 我沒有辦法接受 我要請你現在按 然後他最後呢就說 所以你現在就是要阻擋我的意思 對不對 那我就回答他說 不是我要阻擋你 是你一直在阻擋我 只要你按下那個按鈕 你確認了 那我不用你幫 我可以自己把我的東西搬上去 這樣子 of course people will stay so you are trying to block me yeah you're blocking me so you want me to lose two months just like that what sorry you want me to lose two months no not refile two months not not two months refile i don't want to refile i want to move out earlier is not refile is totally not about refile you have a reservation you have to honor it yeah okay i can put them in two nights in your hotel fuc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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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 stay and march 那最後呢他就留下了一句話 他就罵了髒話 然後呢 這也是一個大問題 就是他使用這種辱罵性的詞 對於房東對訪客來說 我們是在吵架沒錯啊 我們是在就是也沒有到吵架 就是論事嘛 那我從頭到尾是沒有出現任何辱罵的字眼 反正都有錄影啊 大家可以去聽 後來呢 發生這件事情 他就離開了嘛 然後把我們的房門就是開著啊 東西搬出去也沒有搬回來 好久沒有搬回來 好久沒有搬回來 好久 好久 那我就把這一切都錄完影之後呢 然後我再把東西搬回來 那那個時候我是怎麼處理這件事情的呢 我覺得那個時候說不定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轉機 因為我錄到了嘛 這個就是可以說把柄 可以說他的做出不應該事情的這個瞬間 所以呢我當下馬上其實我有想說要不要報警 就是Airbnb有一個緊急處理的嘛 那我在想要不要報警 可是我在想說那一天其實已經大概下午三四點 如果我報警假設好啦 真的我可以馬上搬離開那個地方 我也沒辦法馬上找到下家 就是變成是說 我必須要拖著這麼多的行李 跟我的室友兩個人可能會流落街頭 我們也不知道今晚要住哪之類的 所以我當下選擇我不去做報警這件事情 因為我評估說 當下房東也是因為他老人了 應該不會對我們產生什麼利己性的危險 所以呢我就拿一些貨物啊 或是椅子之類的把我們的大門擋住 確保我們是在這個房間內是安全的 然後接下來呢就是我寄信給了Airbnb的處理小組 那他回信的速度也還算快 他馬上就回信說他要我們就是詳細的敘述說 人事實地物啊 究竟發生什麼事情之類的這個信件 那接下來呢當然我就傳送出我的解釋嘛 我很詳細的把它寫過一遍了 然後但是這就出現一個蠻有趣的事情就是 他一直不回覆我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收到我的東西 然後分別有兩個不同名字的 Airbnb的人都傳給我了這個同樣的email 所以呢我就把兩個人都寄了一遍 然後後來在我的Airbnb訊息上 我也傳了好幾遍 那蠻有趣的事情是在Airbnb上傳訊息 基本上他完全沒有回覆我 然後隔了一天之後就直接說你的案件受受理已經結束了 就到這邊 但是他完完全全沒有回覆我任何一句話 然後後來呢約莫大概過了五天還是一個禮拜吧 然後他再回信給我說就是他們正在調查這件事情 然後他的一個問題 當初有一個問我是說 你想要怎麼解決這件事情 那我就說 我想要我們只住到12月30號 然後呢在12月30號 我沒有住的日子呢 我要求全額退款就是我有住的日子我當然付錢嘛 那我沒有住的日子我要求全額退款 然後我也就只住到30號這樣子 那他就答應我這個請求 後來我們就搬出來了 然後這樣沿路大概傳了三四次吧 然後直到前幾天才終於傳給我一個訊息說 他們調查完成了 然後如果我有其他的 就是他們已經做出懲處了 但是他並沒有跟我講說他做出了什麼懲處 他只有說就是這個案件就到這邊了 如果有什麼問題再跟他聯絡這樣子 那我也是完全不知道他做了 對房東做了什麼懲處 但是我們會互相給房東評價 房東也會給我評價 那房東說我提出了不真實的指控 我提出了虛假的指控 然後說就是害他的所有房源 就是他租的房子不只一間嘛 他的所有房源在Airbnb上被暫停了 那當然啊 他當然是說是虛假的 但大家看影片了 我說的東西基本上都是真的吧 就是他的確沒有經過我們同意就碰我們的東西 然後也罵出了他不該罵的話不該說的話 基本上事情差不多就到這邊啦 所以才說你出來留學其實 呃 寫論文啊 或是做我們的專題啊 之類的這些東西 其實都不是最困難的東西 而是你在台灣可能 開開心心的住宿舍 開開心的做什麼東西 那基本上比較不會遇到類似這樣的問題 也不會像我們一樣在疫情期間還要做PCR 一直拿東西一直捅鼻子 一直捅鼻子 然後做檢測 然後從台灣一個安全的地方 跑到英國這樣每天十幾萬確診 甚至二十萬確診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跟大家分享說留學會遇到的這些事情 那我的頻道呢 主要會分享藝術設計相關的 以及留學生我的留學生活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呢 也別忘了幫我點個喜歡 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